我呢就今天呢 就想把我 因为我出来时间比较长了 出来二十多年了 我是96年技术移民过来的 到新西兰了是吧 对来了有二十多年了 所以呢我把我在这呢 所见所闻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我出来的时候呢 伊拉克的一个工程师跟我说什么 他说我告诉你 你知道美国侵略完我们以后 从我们国家拉走了什么吗 金条美金 乘卡车乘卡车的 往外拉 美国把人家国家给打散了 伊拉克欠他们钱 他们要免费提供美国一百年的石油 才能还清美国打他们的国家的钱 明白了吗 这是伊拉克的 这个工程师跟我说的 你知道就这个伊拉克的一个 出来的他们也是有难民 什么出来以后 他们也有知识分子吗 那么都考上我们这的医生了吗 那我们也是朋友吗 然后就跟我哭着说呀 说我没有国家了 美国把我们国家给打散了 掉眼味啊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你是一个中国人 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 一定不要被美国所忽悠 中国的这个国家是国在前 家在后 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国家国情怀的 所以一定要大家记住 不要跟着美国这些魂球 那个这么带节奏 这是我特别要表达的这个意思 因为我看到了流离失所 没有国家的人 人民太痛苦了 你知道吗 必须有这个觉悟 这我要说的一点 再有一个说的事情 因为我在这时间长了 孩子也在这长大了 孩子出来的时候9岁 那么孩子现在自己已经开生意了 也非常不错 那么孩子在这上了定基的大学 也是律师 那么我呢 就是说在国外怎么培养孩子 我们不要长篇大论的跟孩子讲道理 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让孩子从你的身上 看到中华民族的优点 看到中国人的骨气 看见中国人的傲气 这是我从小给孩子灌输的 我从来都不会有那种要融入 来以后刻意的去融入 没有必要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 我带着我这个民族的优秀的基因 我带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的传统 我们汉堡 我们包容 我们谦虚 但是我们很傲骨 这个是你要在你的严传举止中 你要传递给你的孩子 我就是靠的这个 我很少讲长篇大论 但是你的欲挤欲动会影响到他 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是 你要是 你就这样点点低的影响他 孩子非常成功 所以说在国外 不要害怕说 孩子可能会离你的祖国 会离你的文化很远 不会的 再一个呢 就是说 就这个 美国的这个金融危机 霍霍全世界 我告诉你 就从08年嘛 本来我们新西兰经济挺好挺好的 就他这一闹腾啊 就把我们这整个经济就受累了 为什么 虽然新西兰是五眼联盟国家 但是为什么现在他跟着中国 因为他曾经被美国霍霍过 他不傻 跟着美国出了 你跟着就往下调 就是那个叫什么自由落体下降以外 没有任何好处 美国不就是印那钞票 最后就他们那个 印钞工厂24小时这么印 可是从世界换回去的 都是真真实实的东西 所以美国是霍霍全世界的 罪魁霍首 这是一点 再一个呢 再说一个什么呢 中国的发展 给世界人民带去了幸福 我们刚下飞机的时候 到这以后 我就奇怪 这个国家的人 人怎么都不穿鞋呢 我就问他们 我说的 哎 你们怎么都打赤脚呢 说这国家干净了地下 干净了 没事 没有玻璃茶 哪像中国这么多玻璃茶的 开始 我也信了 可是 当我们中国的廉价商品进来了 所有的鞋 10块钱一双 15块钱一双的时候 每个人都穿鞋 我再也没有看见有人打赤脚了 这个难道不是中国 中国的发展 给世界人民送去的幸福吗 我们来的时候 都买那个二手的冰箱 二手洗衣机 因为一手的都太贵太贵 自从中国的海尔出现了 我们全用全新的 这就是中国对世界人民的贡献 这是实打实的呀 不是瞎说呀 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到 我亲眼体会到中国的发展 真的带动了我们新西兰的发展 这个毋庸置疑 因为我当年嘛 我们新西兰跟澳大利亚 有一个塔斯曼协议 当时呢 因为新西兰经济不是特别好 就是我们都想去澳大利亚 可是我们家刚买房子 就想卖这房子 卖不掉 我们就走不了嘛 走不了 那个时候 你卖的那个价 还得比买的那价低 那我不认可 我刚买一年 我平了低价 我就不走了 我不走了 可是到了03年 中国经济起来了 哇 这房价就起来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世界人民都要感谢中国的发展 给世界人民带去了幸福 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准 我们中国的一带一路 就是什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愿意世界人民搭乘 我们的这班列车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胸怀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不像美国 你们占我们的便宜什么的 咱们不是那样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中国人 为什么要讲这些 我们中国人一定要特别自信 文化自信 制度自信 民族自信 我们是 我们的国家 因为我们的这个民族能够延绵几千年 说明我们是有我们的这个民族的韧性 我们曾经困难过 但是我们没有被这个困难打倒 我们贫的时候 我们不屈辱 我们不有的时候 我们也不骄傲 我们欲强则强 你美国你对我这样 你西方你对我这样 我们一定要以牙还牙 一定要他们能够懂的方式去回他们 就说中国人一定要站直了 什么都不要怕 我们国家的成就 我们就要宣传 我们就要歌颂 所以我就说什么呢 中国人呢 不要没事总反思自己 反思什么 我们是最好的 要反思就反思 美国有多么不是东西 西方略强有多么不是东西 就要反思这个 然后呢 还有人呢 就是公知嘛 洗脑 还怎么洗脑呢 就是啊 中国有仇恨教育 说我们中国有仇恨教育 我说什么叫仇恨教育 八国联军侵略我们 鸦片战争 把我们国门打开了 他对我们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我们就要年年讲 越讲 年年讲 世世代代讲下去 因为他们对我们有罪 所以他们不愿意让我们说 然后反过来说 我们有仇恨教育 我们的那个国内的一些大傻瓜 就跟着转 有毛病吗 脑袋什么都不清楚呢 那是国耻 永远都不能忘 就说什么呢 就说咱们 咱们一定要自信 你知道吗